好 再回到这个句子里面 他说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frequently refer to as white-colored workers 这出现一个第一段中重要表达 首先看 refer to refer to的意思特别多 他在本文中这个意思 可以把它翻译成提及或者谈到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相当动词 mention 或者speak of 提到了 谈到了 提及 谈到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个例子 please don't refer to this matter again 我说拜托 请不要再提这个事了 这个事弄得大家不愉快 哪乎不还去提哪乎 拜托不要说这个事了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个短语 refer to 当然这个to是介词 后面加名词或动名词 本文中后面又加了一个s 那么作为这个方式来提到达 其实放在一块 咱们构成一个重要的短语 就是称呼 如何来称呼某人 就是把什么什么称为是 refer to a as b 叫做把a称为是 b 把a叫做b 就用b这个方式来提到它 谈及它 不是称呼的意思吗 把什么什么称为是 本文中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用的是refer to a as b 用的被动 第二次出现在句目 他用的这个另外一个大家更熟悉的表达 叫call call a b 把a称为是b 这个时候中间就不用加这次s了 咱们看看在本文最后一句话 本文最后一句话 最后 他说 and others will call him mr blocks not elf 比起其他人 加码的叫做布洛格斯先生 而不是阿尔夫了 你看call him mr blocks 如果refer to 带着去呢 就是will refer to him as mr blocks 也行 但前面出现了refer to as 或能call a b 这个也行 那么把a称之为b 还有好多好多重要的表达 比如说咱们看一个重点的搭配 叫address a as b 叫做把a称之为b address a as b 把a称之为b 这个address在这儿 是一个动词 不再是地址了 表示称位 称呼的意思 咱们看一个美剧的片段 这是个老牌的美剧 叫friends 老友剧 可能这个同学们 比较上年级的同学们 可能记得这个美剧 这个有一集呢 是这个里面一个主角 叫roth geller 他是个大学的pailantology 古生物学的一个教授 他跟当时一个女学生相恋 后来这个女学生呢 就把他介绍给他的爸爸 这个爸爸从外边 进来之后 咱们一会儿看视频 看到台下观众尖叫起来 是bruce willis 乌鲁苏维利斯 这个大明星客串的 然后进来之后呢 这个女学生叫Elizabeth 伊丽莎白 就会先介绍 This is my father Paul Stevens 这是我的爸爸 就保罗史利文斯 然后dad This is Russ Geller 这是我的老师 现在是我男朋友了 就Russ Geller Russ马上去献引起 It's great to meet you Paul 说保罗 哎呀见到你很高兴啊 但是这个保罗呢 很冷淡 为什么呢 说你的老不正经 你一个老师跟学生 你谈恋太不像话了 很讨厌他 他这么说 I usually prefer Elizabeth's boyfriend to address me as Mr. Stevens 我一般呢 更愿意 Elizabeth 伊丽莎白 他的男朋友们 管我来这么来称为 Address me as Mr. Stevens 就叫我史利文斯先生 你别跟我套奸火 叫保罗不是更亲切吗 叫Mr. Stevens 这个Russ一看 来了一个烧鸡打窝卜 人家根本不喜欢他 他当然就说 Of course Of course Mr. Stevens 当然当然 史利文斯先生 就好了 咱们把这个片段 咱们看一看 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 好 我们仔细来看一遍 This is my father Paul Stevens Dad This is Ross Geller It's great to meet you Paul I usually prefer Liz's boyfriend so address me as Mr. Stevens Oh of course Of course Of course Mr. Stevens 你看再注意一下 Address me as Mr. Stevens 把我称之为史利文斯先生 用refer to refer to me as Mr. Stevens 用call呢 call me Mr. Stevens 就好了 我们再看一遍 看第二遍 能不能像听中文对白一样 听听清清楚楚 明明不不 This is my father Paul Stevens Dad This is Ross Geller It's great to meet you Paul I usually prefer Liz's boyfriend The parents who address me as Mr. Stevens Oh of course Of course Mr. Stevens 注意 这是address ASB 把A称之为重要表达 咱们记住 下面咱们注意做书后题 请把书翻到 这个 这个第29页 咱们来看最后一题 第12题 29页的第12题 Samiqar来看 这按照原文中 来去选择 跟原文中意思一样的表达 29页最下面 You want it to be 什么 Mr. Blox Not an elf 他想被称为叫布鲁格斯先生 应该选哪个 只能选A了 对不对 You want to be addressed as Mr. Blox 密选项呢 他想被起名字叫做布鲁格斯先生 不可能了 那么B C选项是被大声叫出来 不可能了 Homber Shout 大声喊叫 非常不客气的 大声喊叫 这个都不对 只能选A选项 把A称之为 这个重要表达 咱们可以顺便 同时记住 但是 address ASB 到这还不能打住 我们在三册里面有四个 把A称之为B的重要表达 还差一个 就是重要的 No ASB 我们知道 No的意思特别多 但是如果它跟 戒次S同时出现 那只能翻译成 把A称为B 而不能翻译成 认识之道 一定是称为B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首先看一下 在本书中 第十四个 就是六十六页的第十行 出现这么句话 六十六页第十行 他说 He soo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nd came to be known to the Italians as Giovanni Accuto 这个人呢 很快就出名了 比起来慢慢的 意大利人 都把它称为叫 Giovanni Accuto 他是被意大利人称为 是 叫Be known as 叫被称为是 可以用它 那么具体这个句子细节 在十四课会详细讲解 然后再看第二十一课 就是一百零六页第三行 一百零六页第三行 出现这么句话 Because of this They were known as prize fighters 他因为这一点 他们被称为叫 古代的职业拳击手 注意 被称为叫 They were known as 而不是作为这个被指导 注意 我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就是一百四十六页 第八行末尾 一百四十六页 第八行末尾 就是第三十一课 可爱的怪人 来这么说 He was known to us all as Dickey and his eccentricity had become legendary long before he died 我们都把它称为叫狄击 英语中是被动 它被我们大家都称为叫狄击 我会发现成主动 就是我们大家把它称为叫狄击 毕竟他的这个怪癖 在他死以前很久 早就很有名气了 咱们回顾一下这四个表达 第一个 refer to a as b 第二个 call a b 第三个 address a as b 最后一个 no a as b 同时记住就好了 注意翻译 看到的话 立刻能翻译出来 好 我们再回回到这句话中 看后面那个是这个原因状语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只不过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面大家同位从具 这个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放在一块儿 其实我们看从功能上 就类似于这个simply because 只不过是因为 只不过是因为 只不过本文中用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这表达更为庄重更为正式 李老师在前面说过 在所有的词性中最抽象最正式的是 哪种词 对了是名词最抽象最正式 所以咱们用名词结构过渡一下 这个结构显得更庄严一些 在写作中更适合 但口语中我们一般就只用 lens because 就好了 咱们举一反三多看几个 它的里面抽象的这个搭配是什么呢 抽象的搭配其实就是借词 这个for是借词 再加名词 the simple reason 再加同位从具 后面大家从具 是做reason的同位语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从属连词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现在simply because 如果for the reason that 那就是because就好了 这个知识特别重要 但是注意 借词加名词加同位从具 相当于连词这种用法 一般只用在作文阅读这种 for the reason that 等于because 当然你可以用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due to the fact that unaccounted of the fact that 都行 大家注意 because of due to 还有unaccounted 都可以表示因为 为都有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再加名词 再加同位从具 意思都相当于because 有东西可能有疑问 那李老师 为什么这个for后面加the reason 而后面几个加the fact呢 这个一方面它是固定搭配 二来它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for这个借词 意思特别多 除了表示因为 还可以表示为了什么什么的目的 for is 为了我们自己 对吧 但是这个你如果用for的fact that 这就有奇异了 不知道是翻译成为了 还是翻译成因为 所以必须for the reason才没有奇异 而这个because of due to unaccounted 这几个借词的东西是没有奇异的 只能翻译成因为 所以后面直接加the fact就好了 这个大部分没有奇异 我们讲是这么讲 其实大家直接背下来就好了 道理讲清 使用时直接这个脱口出 或者顺着笔尖就流淌出来了 就好了 不光是这个原因状语 这个让步状语也一样 以下尽管这个 although这个连词 咱们既可以只用这个连词 也可以用借词加名词加同一总句 比如说inspired of the fact that despired the fact that 从效果是类似的 同样的上面两个只用在书面语 写作里面 口语考试 我们还是用low或oldo这样的连词就好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新概念三册的第236页 就是52克的第二行 236页的第二行 就用到了这个大肥 Despired the fact that the bottle is tinted a delicate shade of green an observant visitor would soon notice that it is filled with what looks like a thick rich substance 这个结构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第三课曾经见过 尽管这个瓶子染上了淡绿色的颜色 但是一个敏锐的观察 这个观察敏锐的访客 那很快能注意到 这瓶子里装满了一个看上去灰了吧唧的黏糊糊的 这样的物质 这个东西 好 这是重要的知识的复习 就是名词 这个借词加名词加同位从具 这个结构 咱们一会造模仿剧还会用到 下面我们看 reason后面的同位从具 they usually wear a color and tie to go to work 他们经常穿戴着一个白色的领子 这个领子肯定是白色的 有预径嘛 还有一个领带 领子和领带在一块当一个整体来看 所以放在一起 a color and tie就一套 领子加领带就好了 然后去工作 为什么会有一个领子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原来 就是几十年前的时候 当时呢 由于伦敦那个地方啊 当时雾都嘛 所以它这个空气比较脏 所以呢 穿这个白衬衣很容易脏 如果要每天晚上都洗的话呢 一方面费劲 二来慢慢衣服容易洗破了 所以这领子跟躯干部分是能分开的 所以是一个单独的白领子 它有钮扣跟躯干部分能系在一块 大家可能看个这个插图就能看到 我们注意到这个26页这个插图 你注意到打开的这个柜门 那这上面是不是挂这个白领子 在下面还有那个扣眼 能够系到一块的 是这么一个字 穿戴着这个领子 还有领带去工作就好了 这个句子特别漂亮 咱们再看看它的中文含义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常常被称为叫白领工人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这个通常 usually就穿戴着一个领子和领带 去工作 to go to work 咱们看能不能把这句话 咱们从头到尾用英文复述一遍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好 经常被称为叫 a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white-colored workers 为什么呢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usually wear a color and tie to go to work 好 咱们再来一遍啊 从头开始快一点 people who work in offices a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white-colored worker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usually wear a color and tie to go to work 好 类似的 咱们造一个句子 我们的国宝又出场了 得麻烦他用他来造个句子 大熊猫常常被称为叫活化石 只不过是因为呢 他们在世界上已经生存了两亿多年了 这个化石我们到了四侧的第一刻 就会看到叫fossil 活化石叫living fossil就好了 那么只不过因为 我们用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两亿多年 英文中没有亿这个词 和它比较接近呢 有百万和十亿 那么十亿比它大 没法用了 只好用比它小的百万 百万叫million 两亿是200个百万 就200 million就好了 咱们看这句话该怎么说 大熊猫我们还用附属名词 表示这个种类 就giant pandas就好了 我们试试看 大熊猫常常被称为叫活化石 giant pandas a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living fossils 好 背出来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have lived on earth 在地球上 for over 200 million years 好 这个相对比较复杂的句子 我们轻轻松松就写出来了 而且用词比较正式 你像经常 一般同学可能用often 我们可以用frequently 这更为正式表达 那么只不过因为 一般同学会用simply because 我们用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这个表达更为庄严 更为正式 顺便一些什么固定搭配 活化石顺便建过之后 咱们就记住了 那永同说 为什么本文中frequently呢 其实本文中 一方面为了使得更庄重 二来也是为替换 咱们看是不是本文中 第一句话里面出现了 这个often receive far more money 是不是经常赚更多的钱 有过often呢 第二句话换成frequently 更正式 同时避免重复就好了